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Will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做本日的美股收盘总结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大盘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情况 今天的话大盘其实显得非常的热闹 早盘的时候有两个经济数据引起了我自己的关注 有一个是零售数据 我们看现在屏幕上看到的零售数据 从实际的值的情况来讲 是比预期的这一列的普遍都要低 这就说明美国目前经济内部所存在的一个需求 是呈现一个偏弱的这个情况 而且这种需求偏弱的情况 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向上游的制造业进行蔓延了 就说在这种需求偏弱的情况下 我自己认为美国第二季度的GDP 它的增长率可能不会延续第一季度这样一个弱势 而并不是像美联储预测那样强势 而且这样的零售数据的偏弱 也说明了目前消费活动并不是很景气 那么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加息所关注的重要的经济指标 就是通胀率 可能在之后也会多多少少的出现一些问题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零售数据走弱 不是说因为是能源或者食品这样的一个带动 它在排除掉汽车和能源之后 它整个销售数据还是非常弱 这基本上是夯实了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另外一个数据就是CPI CPI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实际上基本跟通胀来说可以说是划等号 从目前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CPI的这个实际数据是负的0.1 环比负0.1 市场预期是不动 然后年化的同比是1.9 低于市场预期的2.0 从这个数据的不及市场预期的情况来看 跟刚才零售预期一样 反正显示的这个消费活动并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增长 同时它的这个也是直接体现了通胀 可能会在之后走弱 我在随后在整个上半年过去之后 会关注美联储第二季度 它对这个GDP的一个增长率的统计 同时也要注意GDP增长里头 有个内部的叫做PCE价格指数 如果这一个价格指数也和现在CPI一样 要低于市场预期 同时要显著低于2%的话 那么就基本上说明了 美国目前国内这个通胀水平 其实离联储加息的要求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现在虽然说看着这个美联储 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内 是要一意无形继续进行加息 但是考虑到目前的这个通胀情况 如果再加息 加上年底进行缩表的话 那么整个市场的风险程度会非常大 另外除了早盘这两个经济数据 给大盘在早盘时候带来一定的压力之外 在盘中我们可以看 看到这个位置呢 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波动 这个位置对应的正好是美联储 公布它的今天的这个议期决议之后的 这样一个波动 首先在议息决议方面 这个没有出乎市场的预料 加息了25个基点 因此呢 今年年内预期加息三次 目前已经完成两次 剩下的一次预计在今年的12月份会完成 也就是说今年总共只有加息这三次了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同时美联储给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有信心的信号 就是它提升了美国2017年全年度的GDP的增长预期 从2.1提升到了2.2 这个算是给市场带来一定的信心吧 虽然说我个人不知道 信心从何而来 因为很多分项经济数据表现的并不好 但它本人就是耶伦本人出现了一个比较鹰派 或者说对市场有压制性的一个观点 就是它强烈的暗示 美联储要在年内开启缩减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就等于美联储现在要动用货币工具中的两个 一个是公开市场操作 就是缩减资产负债表 另外一个就是调整利率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双管齐下这样的话 它收紧流动性的效果会非常的明显 就对美国经济的一种压制 或者说对它的一种限制实际上是比较重的 不知道美联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今天目前的话 是正因为耶伦这个讲话 所以导致标普在盘中最低跌到了2428点 突破了2430的位置 填补了之前的一个缺口之后 又重新整理上进行那个反弹 之后市场行情还能不能够保持 现在这样的比较乐观的态势 还有待我们之后的一个分析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就要看一下油价 油价今天的波动同样显得非常的剧烈 原因也很简单 EA原油库存数据直接驱弱 EA原油库存数据 虽然说在表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话 今天显示的是原油库存本身是下跌了 约170万桶 实际上是166万桶 但是汽油和茶油的库存均有所上升 也就是说明需求面还是没有好转 那么油价也是在这个数据公布以后 出现了一个闪崩 美国这边的油价格 直接从46美元以上的这个位置 跌到了45美元以下 跌幅是超过了3% 目前的这个盘式还是显得比较的弱 另外一边我们看黄金 黄金今天也是呈现了 做了一个等于做了一个向下的一个电梯 波动也是非常巨大 首先是在这个早盘的时候 因为经济数据比较差 就是说是美元走弱 黄金迅速走强 盘中是一度碰到了1280美元以上的这个位置 但是在盘中的时候 因为这个市场观望情绪 等待美联储有一个震荡下挫 美联储这个一期决议刚刚发出的一时 整个的黄金出现了个大幅上扬 到了1284.2 但是随后由于这个美元指数连持续走强 和这个美联储要缩表的影响 黄金出现了一个暴跌 那么一度是跌到了1260美元以下 现在已经收复了位置 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弱 个股方面则是受到整体大盘盘式的影响 全天的这个个股 像苹果他们波动都相对的比较剧烈 但整体上盘面偏弱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收盘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